美國二十九號出動的無人機進行空襲 炸毀了一輛 再有說是有 呼羅山伊斯蘭國炸彈客的車輛 不過根據CNN的報導 這一起的空襲也造成了一家九口平民喪命 死者包含了六名小孩 針對於美國二度在阿富汗境內進行空襲 塔利班非常的生氣 他就痛罵說 你這是美國侵犯我們的主權 另外看到英國廣播公司BBC 他也有證實說美軍中央司令部有表示 美國的確出動了無人機空襲了一輛 對阿富汗喀布爾機場可能會構成威脅的車輛 而且現在是消除了對於這個炸彈 對這個機場的威脅 美軍指出車上至少再有一名呼羅山伊斯蘭國 就ISIS-K的成員 不過這一起的預防性空襲行動 就造成另外九名阿富汗的平民喪命了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他引述死者家屬的說法表示 空襲造成了一個阿富汗的家庭裡 九名成員通通喪命 包含了家裡的父親 還有六名的小朋友 年紀最輕的只有兩歲是一個女童 其實不只是女童 兩歲而已 還有三歲四歲九歲跟十歲的小朋友 都非常年輕 大人也只有二十歲三十歲跟四十歲 我算了一下 罹難的九個人平均起來不到二十歲 都非常的年輕 五角大廈的官員呢 原先引述了報導說 據信被炸毀的車輛裡面 再有好幾名的這個炸彈客 不過後續美國官員表示 車上再有一名炸彈客 出動空襲的時候 剛好這輛車就停在一旁的建築物旁邊 目前還不清楚這輛車本身是不是就是 汽車的炸彈還是炸彈客 用來前往機場的交通工具 美國官方還沒有證實 這個空襲行動造成了多少的平民死傷 不過坦承有平民傷亡的消息 美軍的中央司令部的發言人叫做赫班 他就說呢 我們知道車輛的確有炸毀之後 引發了後續威力強大的爆炸 顯示車內含有大量的爆炸物 而且可能會造成額外的傷亡 但是額外傷亡就造成了九名老百姓而死傷了 所以那個赫班就說呢 對這一起所謂的空襲進一步展開的調查 而且也說對於可能損及任何無辜的生命感到悲痛 CNN有引述了附近鄰居以及目擊者有指出來說 火箭襲擊一棟建築物的院子裡 你看炸得非常的慘 那當時其實烈火還有煙霧瀰漫 鄰居們就趕快去上前來滅火啦 不過這個家庭裡面的爸爸 還有一個年輕男孩 以及其他兩名的孩童通通都死了 他們支離破碎 家屬痛哭 這個家庭真的只是一個普通家庭 根本就不是伊斯蘭國的分子 指出爆炸發生的時候 建築物旁邊有兩輛車 那這名爸爸 還坐在裡面跟三名的孩童都坐在這個車子裡面 當時他們正開心的要準備家族的聚會 沒想到針對這件事情 美國是二度在阿富汗境內發生了空襲 那掌權的塔利班譴責這樣的行動 指控美國可以說是侵犯了阿富汗的主權 痛批你美國在他人領土上發動行動就是不對的 你應該事先要跟塔利班來通知 他們現在掌權 其實不只是發言人對美軍的空襲 阿富汗的行為 表達強烈的譴責痛罵 還說在其他國家 如果你是任意襲擊的話 你就是非法的 如果阿富汗當地存在任何潛在的威脅的話 你美國就應該怎麼樣 先告知我們塔利班這邊 而不是肆意的發動造成平民傷亡的襲擊 而塔利班駐多哈政治局的成員 叫做阿普杜勒 他也針對美國 像是針對ISIS-K發動的無人機攻擊行動 他說你是違反了我們 雙方在多哈達成的協議 他說你美國還誇大了ISIS-K的影響力 說伊斯蘭國在阿富汗不會長久的 你這樣子是助長他們的一個勢力 他還提醒根據多哈協議 美國在撤軍之後 你就不得干涉阿富汗的事物 接下來看到是說BBC記者 這兩天其實還指出來 在8月26號的喀布爾機場恐攻 阿富汗難民死亡將近了200人 何可能呢都是因為你美軍啊 去朝著平民開火造成的悲劇 機場附近火光四起 美國軍方證實喀布爾機場 遭到至少5枚火箭攻擊 不過遭到機場防禦系統攔截擊落 這輛改裝的火箭發射車遭到了擊毀 並未影響到美國與盟軍起降任務 而在稍找之前 美軍根據勤資出動無人機 炸毀了另外一輛疑似自殺炸彈車輛 美軍宣稱成功阻止了恐怖的立即威脅 但CNN報導這起空襲也造成了9位平民罹難 其中包括了兩歲大的女嬰與多名兒童 而美國軍方表示 平民的傷亡是因為自殺炸彈客的爆裂物爆炸 而非空襲 事實上喀布爾機場恐攻爆炸案 造成了美國13人罹難 平民死亡人數將近200人 在當時有現場民眾指控 美軍開槍造成了傷亡慘重 未來自殺炸彈 BBC记者凯尔玛尼在访问多名目击者后 也在推特发文表示 许多人都指控 很大一部分的阿富汗现场死伤民众 都是遭到美军士兵在高处开枪酿成的伤亡 而在8月28日的美国国防部记者会上 媒体也曾经就此事提出质疑 不过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当时回应 目前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此事的真实性 但科比也表示美方无法全盘否认 还在调查当中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 好 你觉得美国是不是应该要讲清楚 到底有没有造成无辜的老百姓而死伤呢 您觉得支持吗 觉得应该要讲清楚吗 在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写下您的想法以及多分享我们的影片 美国介入阿富汗已经造成了大批无辜的阿富汗平民死伤 现在撤军之际还加大报复行动 来看到央集市无辜的平民 根据统计呢 其实截至2021年 已经超过了多少 十万名的平民呢 阿富汗的平民 而有伤亡或者是死伤的一个状况 所以来看到联合国有报告说 阿富汗的平民伤亡人数 其实从2006年的929人上升到了2008年的2000人 那联合国的驻阿富汗的援助团的统计呢 光是在2007年的时候 阿富汗的死于暴力袭击者就超过了多少 超过了8000人 8000人当中呢 有1523人是平民老百姓 其中来看到呢 这个老百姓当中呢 死于阿富汗政府军的 就是美国扶植阿富汗政府军的是630人 那至于是塔利班戊籍的 这些杀害的 是893人 比如说爆炸啦 或路边炸弹等等的袭击事件 其余的死者当中 大概6000多人是塔利班等反武装分子 反美的武装分子 那其实到了2019年的时候 来看这个数字 2019年的1到3月的时候 外国部队还有阿富汗政府军 致死的平民人数 还多过了塔利班 以及其他的武装组织的 平民分子的人数 这是呢 在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 首次呢 西方媒体 现在被讲说 难道你是不在乎人权吗 有起来看到的是 2020年11月 震惊全世界的 就是澳大利亚的精锐部队的军人呢 爆发了曾经在阿富汗战争期间 非法杀害了39名的人员 这项调查呢 是由大法官保罗布雷顿 他所主导的 他共呢 采访了超过400名的目击者 调查报告有显示 在2005年到2016年年间呢 有25名的澳洲 现役 还有前特种部队的士兵 结果涉嫌在阿富汗参与了 23起的非法杀入事件 导致呢 39名的无辜百姓 还有俘虏啊 被杀害 另外还有两名呢 是被虐待的 澳大利亚国防军就说 有19名现役 或者是前特种部队的士兵 因应呢 在2009年到2013年之间呢 有包括杀害 囚犯啊 农民啊 或者是平民 因此遭到警方调查 国防军说 这些呢 犯罪之所以会发生 就是因为呢 存在一种军人之间 不受约束的战事文化 美国啊 号召这些北约盟友 出兵阿富汗 20年过去了 你到底得到什么呢 来看到是 法国总统马克宏 就对于美国 颇有为辞啊 他说呢 美国对于阿富汗的入侵 以及最后的撤离 他都表明说 民主是不能够 从外部强加的 不要以为呢 枪杆子就可以出民主 他同时也证实 要做原道主义行动 还有疏散处境 危险的阿富汗人 这些问题 要跟阿富汗塔利班 进行谈判 马克宏说啊 有一点可以生性的 就是民主 不可以从外部强加 无法从外部呢 强加给一个国家的政府 我们从包括了什么 伊拉克啦 利比亚啦 还有阿富汗 吸取了教训 不要以为啊 短短几个月 或几年的时间 枪杆子里 就可以出民主 言谈中 对于美国 在世界各地 强推美式民主 却是一败涂地 提出了警告 美国呢 其实从阿富汗仓皇逃离之际 白宫啊 跟美国国务院呢 宣布将在今年的12月9号到10号 举行在线上的首个全球民主峰会 环球时报呢 就表示说 这是多么讽刺的画面 比美式民主在阿富汗垮了 美国却还要敲锣打鼓 举办民主峰会 如果一定要开什么民主峰会的话 那就应该呢 让阿富汗问题成为会议的主题 让全世界好好清算一下 到底美国对阿富汗人民 欠下了什么样的债 包括什么呢 反人权 2002年的时候呢 8月当时的美国前总统小布希 在妇女平等日呢 声称啊 美国已经通过了解放阿富汗 恢复所有阿富汗人 基本的人权啦 自由啦 环石就表示 讽刺的是 过去20年呢 美国就被说是阿富汗 无数人间悲愈 还有苦难的始作俑者 人权观察呢 这个也刊文表示 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根源 就在于大规模的侵犯人权 彻底的失去民心 美军出兵阿富汗20年 发动了空袭 频频殃及无辜 刚刚说的非常多 还造成了平民大量的伤亡 许多呢 暴行是令人发指的 比如说几个 例如呢 2002年美军空袭乌鲁兹甘省 有一个村庄在婚宴的现场 竟然就造成了数十名的百姓死亡 百余人因此受伤 严不严重呢 2008年的时候 美军空袭了赫拉特省 造成了包括50名儿童 还有19名的妇女 在内的近百名的平民遇难 2010年 驻阿的美军枪杀了四名阿富汗的平民 还跟他们拍照留念 2012年呢 有一名驻阿的美军士兵 在坎大哈呢 一个村张 枪杀了16名的阿富汗平民 其中呢怎么样 还有大部分都是妇女啊 儿童 2016年呢 美国国防部公开驻阿的美军虐求照片 美国媒体呢 还说这只是冰山的一角 拜登说呢 要对ISIS-K来报复 除了两次空袭造成了很多 像是刚刚说的 九名阿富汗平民无辜丧命 各界也很好奇啊 那为何呢 美国你声称击毙的ISIS-K重要人物 那你为什么不公布姓名呢 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吧 美国呢 那你有约约报就说 不公布姓名的做法 不寻常 甚至还有专家怀疑 被击毙的那两个人 其实基本上都不重要吗 那你这样如果真的伤疾无辜的话 这个代价是谁要来付呢 像是呢 美国第一次空袭的时候 在28号的新闻发布会上 美军的军方呢 就透露说击毙的两个人 是怎么样呢 是在喀布尔的袭击案当中的策划者 还有呢 携从者 就是不愿意说 那他们的姓名是什么呢 以及呢 他们是否在袭击事件当中的具体作用 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 对此我们来看看 美国的退役陆军的中校 叫沙利文 他就说 通常的情况之下 美军如果击毙了一个高级别的人员 他们一定会公布这个人的姓名嘛 他代表说他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沙利文说 很大的程度上是美国政府 在放更多的烟雾弹 因为呢 美国政府啊 这样说呢 就好像他表现了多么的强硬一样 那沙利文还提到啊 透过了这个无人机击毙所谓的策划者之前呢 美国军方你其实早就知道他们的身份了嘛 美国你肯定就早就知道了 要空袭的对象到底是谁 那你为什么不公布姓名呢 才会引发大家的联想 不过沙利文也表示啊 此举也有可能是为了让更大的目标落网 所以隐瞒了这些名字 其实呢 为了怕撤军任务是夜长梦多 美国啊 其实加快速度撤军 来看到是美国国会三报呢 就有援引 美国广播公司的消息表示 截至二十九号的晚上呢 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 所有的阿富汗雇员呢 以及他们的家人都通通被美国成功撤离了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呢 二十九号的二十点三十分 已经大约有两千八百名的阿富汗人 从喀布尔机场而离开了 但是呢 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呢 上周发生了炸弹恐怖攻击 造成了十三名的美国人因此罹难 美国总统拜登 还有第一夫人吉尔呢 在台湾时间 今天三十号亲自抵达了机场 参加美军的遗体交接仪式 包括呢 国务卿布林肯 国防部长奥斯蒂 都有参加 因为要向的是阵亡美军来致敬 以及呢 向罹难官员的家属致哀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很庄严的事情 这是因为拜登在仪式结束前的一个动作 包括了Fast News 还有英国澳洲的媒体 都在强烈的报道 就是因为拜登在最后一幅棺木通过的时候 他居然在致敬时 结果呢就顺手抬起了左手手腕 看了一下时间 尽管这时候仪式已经即将结束 但是这个看表动作 还是引发了批评 而事实上拜登也曾经在就职典礼当中 看着他的劳力士表查看时间 被镜头捕捉到 一场呢 向这个罹难美军致敬的庄严仪式 也因为他的小动作遭到了抨击 的确啊 这真的是呢 有点像是火上浇油了 喀布尔机场爆炸案 导致13名的美军丧生 29号呢 其实在多佛空军基地 当地时间29号 发生了这一起这个 大家要比较庄严的一个场合 的一个致敬仪式 美国总统拜登就因为这样子 查看手表的动作 引发新的愤怒 当灵鹫经过他的时候呢 拜登举起了他的左手腕 似乎是在查看时间 那其实呢 他的同时啊 右手从胸口下面呢 上方呢 给放了下来 就是这个举动 引发大家的一个批评 比如说呢 美国前总统 川普的支持者 文斯兰格曼 他其实呢 有在推特上就特别表示说 当士兵的灵鹫被抬上车的时候 应对这13名的士兵死亡负责的人 正在查看手表 显然拜登应该做得更好 他还骂得蛮难听的 说恶心 保守派的作家 尼古拉斯 他则是呢 有嘲讽说 午睡的时间 还是吃冰淇淋的时间到了吗 拜登是错过了什么 他需要啊 在一个庄严的仪式中间呢 来查看他的手表吗 每日电讯报的编辑呢 伊恩霍沃斯 他其实也有说 拜登啊 刚刚是在查看他的手表吗 那还说 这本可以避免的 难道是那些死者打扰你了吗 另外呢 还有呢 保守派的批评员 拜登大夫呢 他也特别提到说 说呢 这个拜登 这个很明显的失态 表示是一个无理的小丑 低级举动 他还批评说 在阿富汗遇难的十三名的美军士兵 交接仪式上呢 拜登在查看手表 这个无理的小丑 低级举动 对于拜登这个举动呢 也有支持者 当然有认为说 在仪式上 看手表并不是什么大事情 基于俄罗斯在报道当中 有说看手表可能是拜登的一个习惯 因为在多佛举行的交接仪式之后 拜登其实在联邦的管理局 应急管理局 他举办了一个 飓风爱达的简报会上 他也再次呢 看了他的手表 有一名网友就注意到这个细节了 在推特上说 哇看看 拜登又在看手表 今天第二次了 第一次在多佛的空军基地 是因为他今天 大概已经工作了几个小时 所以因为打盹迟到了吗 说到了睡觉啊 拜登呢 因为阿富汗呢 被共和党呢 罵翻了 要他下台 甚至要弹劾他 拜登的健康问题呢 也屡次成为话题 美国媒体呢 还说他常常口误啦 还有一些举动啦 让大家担心有失智的倾向 现在又有新的影像曝光了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 二十七号跟以色列总理 班奈特会面的时候 商讨啊如何强化两国的关系 而且呢在跟班奈特会谈的过程当中 拜登可以说是低头不语 似乎打起了瞌睡 其实针对双方是在讨论非常严肃的话题 也就是美国是否应该重返 伊朗的核协议交换意见 班奈特呢他有认为说 由于伊朗啊持续提炼了浓缩 又美国根本不该重回川普时期退出的伊朗核协议 然而尴尬的是 当呢班奈特滔滔不绝的说话的时候 拜登啊低着头一发不语 似乎好像睡着了 这样的尴尬景象呢 大约持续了一分多钟 伦敦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呢 他在推特上就写到说 等等啊什么 拜登呢跟以色列总理在会谈时 他居然睡着了吗 底下子有人回应 是的啊他从选前就睡着了 你也认为拜登睡着了吗 来子评跟我们互动 记得多留言按赞还有分享影片 拜登啊是不是因为太多事情 操凡所以累了吗 尤其呢在喀布尔机场爆炸案 造成了十三名的美军官兵 以及大批的阿富汗人死亡 其实呢有阵亡的战士家属跟亲友呢 就把炮口对准了美国总统拜登 批评他的撤离计划一团乱 让人啊在现场的部队 就好像是ISIS-K的火把 更痛斥呢拜登对我儿子置之不理 每日邮报有报道说 像是呢美国海军陆战队 二十岁的上等兵迈凯伦 他死于喀布尔机场之后 他的妈妈其实就对拜登大发雷霆 把他的死因呢归咎于拜登 他的姐姐也说呢 迈凯伦呢新婚的妻子啊 在三个礼拜就要临盆了 还说呢他退役之后呢 原本想要当一个历史的教师 而且呢摔角的教练 他有一个呢爱他的家庭 以及他的妻子 但是他无法再见到他的孩子了 他的呢摔角教练还有家族密友呢 叫做爱洛塔 他则是表示说啊 有人应该为这场灾难呢受到惩罚 他对拜登政府呢感到愤怒不已 而且指责白宫啊将这个官兵呢 置于一个很不必要的一个危险地点 不只呢对于麦凯伦呢 在一边的每一个所谓的男女官兵都一样 他们呢都被置于一个非常糟糕的地点 在他看来整个状况呢 每一个层面都有严重的疏失 我唯一可以希望的就是 不要忘记就责 另外呢还有美国海军的陆战队的上兵 叫做尼库伊他的父亲呢 Steve他则是说呢 说啊他们派我的儿子到那里当一个小公务员 然后呢让塔利班在外面提供安全 我怪我自己的军方领袖 拜登呢对他怎么会置之不理呢 就是这样 另外啊还有一个丧生的 是23岁的美陆军的陆战队的中士 叫做基伊 他21号的时候在喀布尔机场 抱着一名阿富汗的婴孩 他将照片放在他的社交平台上 Instagram上还写下我爱我的工作 美国国防部呢也刊登这张照片 成为美军撤离行动很感人的一幕 但是呢他也因为爆炸案而身亡了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中校呢叫谢勒 他其实非常不满拜登政府 以及呢军方对于阿富汗撤军 做出了鲁莽决策 在脸书啊发布了将近五分钟的影片 痛批军方不敢负责 没想到他一po完之后 第二天就惨遭了解职 美国呢还有一些 共和党人也批评了总统拜登 要对爆炸袭击负有责任 认为呢拜登政府放弃了 阿富汗巴格拉姆的空军基地 就这一个 使得呢美方失去了一个地方 是怎么样 可以撤离阿富汗机场的好地点 比如说呢参议员格雷厄姆呢 他就在社交媒体上 推特上说呢 这一次的崩溃最大的错误 就是你放弃了巴格拉姆 他连续多日有呼吁要重开 巴格拉姆的空军基地 因为呢喀布尔机场太难守卫了 又是唯一的 把这些人撤出去的一个出口 因此呢他就敦促拜登 赶快怎么样呢 在巴格拉姆重新部署 来作为呢喀布尔机场 对外的另外一个选择 才不会至于抛下我们的同袍 还有呢数以千计的阿富汗盟友 另外呢另外一个议员呢 叫做迈克尔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喀布尔机场没有办法守卫 拜登政府对二十六号的伤亡 惨痛呢其实是无可避辩解的 他呼吁美军要重回 巴格拉姆的空军基地 参议员的马莎则是特别强调说 拜登否定了美军高层的建议 放弃了巴格拉姆的空军基地 美国军援的丧生是拜登无能的领导 还有失败的撤军直接的后果 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呢 其实他距离喀布尔 可以看一下 其实呢只有怎么样呢 大概四十公里 先前就是美军呢 驻阿富汗最大的基地 美国呢还有他的盟友呢 五月一号开始从阿富汗撤军 美军呢七月一号就仓促的 撤出了巴格拉姆的空军基地 阿富汗政府军当时还说 美国撤出这个基地前 没有通知他们呢 更没有交接 塔利班因此呢就在八月十五号的时候 夺取了巴格拉姆的空军基地 占领了喀布尔 美国还有他的盟国啊 如果说组织各自的公民 从喀布尔机场离开 大量呢曾经帮助美军的阿富汗人 就很多人怎么样涌到了 喀布尔的机场里面 希望美国能够带他们离开 所以造成了那么多的混乱 这几天大家都看到了 因此这些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就说 如果呢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 组织撤离的任务的话 即便呢 类似有一些袭击的话 但呢基地周遭啊 都是很结实的安全防卫 所以呢至少可以让美国人 伤亡少一些些 共和党才会呼吁 把它重新开启吧 重新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 来部署军队吧 但是呢拜登面对质疑 他却说 我是听取了这些在阿主要军事指挥官 还有国防部的意见 他们的结论就是 巴格拉姆没有多大的用处 重点呢在喀布尔民智多了 所以他采取了这一个建议